那陳廠瑞的綽號 來看一下這個球先是集成了一個平飛安打在左半邊 而且左下野手稍微拉一下下 不過陳廠瑞這邊呢並沒有再往前來推進 夜上的炮車啟動了 這個球集到了中間方向 而且剛好越過了游擊手的頭頂 現在來到了中外野區 那打者呢又趁船來上到二雷雷包 那個反彈球 三雷手 衝出來接球之後傳向一雷一個彈跳 一雷手這邊是safe沒有拿起來 而且中華隊撐著這個一雷手Hugh Kelly 沒有注意到兩名的跑者都回來了 那所有的基本動作做得非常扎實 夜雷槍的跑者已經是啟動了這個球 捕手還沒有接好 陳廠瑞上到了二雷直棒 那對於該屆目前發展到最好的選手 科學的訓練之後 一百六十四公分的身高 可以投出一五三公里的直球 這個球沒有控好 羅宇彥 前次的打擊是一隻二雷安打的 這個球打起來到了中右外野方向 兩邊野手都過去 可是出去囉 羅宇彥這是一發 羅宇彥滿罐跑 哇直接一口氣喔 把這個所有雷包商的跑者 包含他自己全部打回來了 這個半局中華隊是已經攻下了六分了 現在是十一比零來領先澳洲 這球速不慢的前況下 位置又正好很適中喔 所以到目前為止 中華隊的攻擊的一個軌跡方向都非常好 謝謝 謝謝